現在麻島地區的文壇 流暑開始採收 有教為了幫助農民來提供文壇 今年持續提供寄送專案和行銷 除了典現有教對農業的關心 也希望讓家庭民眾 可以支持在地農產 今天上午的古板記者會 合照民眾823個 拼送麻島的郵寄文壇 外民眾一隻一隻的文壇 都是農民最近打採收的來 現在文壇正在採收期 後來的兒子和行銷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典化郵政和汽收客中農民 提供相關的支持 27號上午古板記者會 讓民眾擁有支持麻島的文壇 郵政公司在落實ESG的部分 我們一直在努力 尤其在公寓這一塊 我們也不以餘力 今天對於台灣我們的農特產 小農的部分 我們來相挺 讓他們在配銷的流程 還有配銷的管大有更多元 那挺台灣的農特產 挺台灣的小農 那一起加入來這個公寓的活動 為了提供農民最完成的卓祖 但由教頭過馬道農會的砍耍 提出農民的需求 占對駕駛的部分 提供金價優質的服務 我們前省各地都有幫麻豆的農民 來做行銷、推廣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在我們的主著 在麻豆的收集的部分 就是在收集、運送、運輸 還有末端的投地 我們總公司非常的重視 所以也做了一個開會 然後怎麼樣讓今年的麻豆文旦 能夠盡快的把那個品質做出來 所以郵局呢 代表的就是兩個 創造農民的附加價值 以及那個應惠的穩定 那個應惠的那個平衡 我們的郵局在中秋要送禮的時候 如果像靠近中秋節的時候 什麼都變成運三不符 然後所以都會變成沒有辦法 把我們收集的去抓 抓我們的需要人客 那今年的話郵局 他們特別的是來跟我們的農民做座談 然後座談當中 他們了解說 我們在配送上有什麼問題和障礙 然後他們針對農民的歡迎 幫我們做一個改善和配合 所以希望說 我們今年如果有郵局幫我們協助的位 讓我們的農民的油在配送的時候 可以更順利 可以在中秋之前大家拿到油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合作 經過統計 這幾年當有郵局得配送 各大24萬稍微的毛豆問答 今年也可大配合三小班跟農民 這件郵局也期待可以打到三天到九歲 讓消費者可以在中秋節正前就收到 記者各部的毛豆苦無採用不得 好了